今日,斗鱼官方微博爆料,又顶级主播可以加盟斗鱼,续续宝宝来斗鱼官方只给了宣传,而这次不仅宣传满满,还给了一个专门的活动页面,看样子斗鱼对这位主播的影响力。 可是信心满满,老汉再次多说一句,主播来斗鱼,斗鱼官方送你历史上还从未有过,本次参加活动,斗鱼送了一大堆鱼翅之类的礼物,想要参加的谁有可要赶紧参加了。 之前老汉也写道,老汉在此走个预测,本次顶级主播,除开虎牙主播外,前全民TV主播隔壁老王,王文健,因为全民TV直播对欠星,撕破脸皮做视频控诉全民TV,作为全民能达到风尚级别,证明此主播流量之大。 不过,对于不熟悉全民TV的谁有,应该也不会知道此主播的流量能有多大。 老汉再次介绍下,他在全民TV内比与斗鱼TV大司马,LOL前龙珠TV一哥,老汉预估能来斗鱼概率85%,熊猫TV流沙鸡,绝地求生主播,在熊猫拥有66666的直播间,与斗鱼99999的直播相对应,此为主播也是熊猫流量的大主播。 为什么老汉说他回来,因为流沙鸡不止一次,透露过自己可能会换平台。 而且换平台的情况,王思聪是知道的,加上最近熊猫资金问题,流沙鸡这个时候加入斗鱼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了。 老汉预估能来斗鱼概率,75%,出手TV子民,子民,这个主播估计看到这里,得谁有都不太熟悉。 主要是像素风游戏爱好者,在出手TV也是流量不错的代表,而且今年CJ,作为我的世界中国版官方,可见此厂商对这个主播十分喜欢。 为什么会觉得他会来斗鱼? 因为本次斗鱼活动页面是像素风,而且斗鱼也差这个游戏类型的主播。 如果他能来斗鱼,相信能带来大批量喜欢我的世界的神友,老汉预估能来斗鱼概率55%, 至于还有可能6324代代大师兄,生病的PDD,RNG打野的MRXG斗鱼立哥,火箭少女孟美琪吴轩衣,等等主播也是猜测对象。 老汉在这里统一把这些可能会加入的主播预估只有10%左右的可能性。 大家觉得这次谁会来斗鱼呢? 斗鱼TV主播第一手新鲜热点资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